你死了 我跟你讲 那个讨厌鬼就在前面 我们不要走过去 我们走进大厦去 到哪都能看到他 好像我欠了他什么似的 刚才我们下车的时候 好像还看到他 我告诉你 你最好死了这条心 我绝对不可能参加你们的 小梅 话不要这样说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是很难说的 见你的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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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那样常常出现在我梦中 闪耀着你并且光芒照耀着我 从来不敢想梦一回属于我 这是梦幻这是妄想这是奇迹 你是那样感伤的哭在我脑海 如此迷人如此芬芳柔情万种 我 给了我 我你的承诺 我已心醉 我已痴迷 我已茫然 你是我生命中的神话 心灵的夕阳 就像暮雨在春风里 你是我唯一的希望 你是那样真真实实在我眼前 用着你的青春笑颜 环绕着我 虽然为你说 而我已沉醉在你的光芒 你的柔情 你的微笑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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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喜欢你 你有点傻气 他们三可能睡了 小五 阿良 老温 孙小梅 不是真的 是真的 不可能是真的 一定是一个跟孙小梅长得一样的女人 你睡我的床 我睡到外面去 这怎么回事 这小子不晓得搞什么把戏 我告诉你们 这方志伟一定是个魔术师 他在给我们制造一种幻觉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嗯 有什么不对 不欢迎我吗 不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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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放内容 不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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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关于方志威 我要告诉您的是 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 觉得她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第二次见她 觉得她是一个无聊的人 最后我终于爱上她了 她实在是个让人无法抗拒的家伙 我突然想跟他们去闯一闯世界 相信我能照顾好自己 真的 要相信我 您不是说 要趁年轻的时候多去体验生活 让我现在开始 好吗 这怎么办 这可怎么办呢 除了尊重她 还能怎么办 她已经成年了 她有权利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看我们只有相信她 和为她祈祷 报警呢 我们也年轻过 不要让孩子以为我们一生下来就那么老 最后一生下来就准备了 我不是故意叫她 我们要的工作室 我会遣一下 我肯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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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故意的 是相应的 我肯定了 你是肯定了 对吧 对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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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